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沐清湘 沐清湘 咱们下一站是去哪儿的 来 沐清修 这是 这可是给你的辛苦费 钱不多 这些日子多谢了 哪里 哪里 跟着沐清修是我的荣耀 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 咱们俩就此别过 你该干吗干吗去 咱们宝藏还没找着呢 宝藏是属于朝廷的 找没找着都跟你没关系 你可以走吧 不不不 沐清修 沐清修 你是用的找我来的 我也甘愿为大内校 全马之劳 那宝藏未能找到 我新技术 这可是为朝廷 为苍生 行了 你该赚钱赚钱去 有为由民的事情 不归你管 这样 改任你去顺田府 我请你吃饭 不不不 那肯定也是我请 谁请都行 谁请都行 你现在 赶紧 马上给我消失 有件事我想问您大人 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大人 反贼请讲 为什么要把我在福土寺里 得到秘密这件事情 向其他人保证 说来啊 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啊 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 免不了打你的主意 害不过分神的 大人的手下都是内压的 都清楚同盟会乱党的轻壮 如果让他们再知道 我得到秘密 一旦被内压 更大的殷犬得知 我势必会受到酷刑审讯 内压的手段非比分常 那是三不五次 我确实不想看到你 握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所以这点我懂 可是大人 您为什么要瞒着王帝宝 自山西之后 你们二人不是一并合作 追捕就不烦了你 我不告诉王帝宝 有一个原因是 他只是在乎抓卓博凡 并不太关心面丧 另一个原因 我厌恶北洋 北洋是大清最精力的军队 大人为何会厌恶 无关其他 只是因为袁世凯 当年不需变法失败 跟他背信气 有莫大的关系 袁世凯便捷告密 导致变法失败 光需遭尽 是啊 一直培养我的 同管查太大人 被扣上赶贼的帽子 斩首抄家 而我也因此做了十二年 北洋是袁世凯 一手栽培出来的 虽说他已下延 但恨无疾无 我对北洋无丝毫好感 你知不知道 就算袁世凯不告密 你们当年误训练的变法 也注定会失败 其一 首旧派势力强大 维新派没有失权 当变法触及到 首旧派的利益的时候 必被遏制 镇压 其二 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康有为的新学伟金考 不要说首旧派反对 连很多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的 其三 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只寄希望于没有失权的皇帝 和极少数的官僚 其四 变法实施冒进 操之过急 失之过重 其五 变法手段单一 单纯地采取自上而下 和平和法的方式 说得好 说得好呀 才一二三四五 其一 维新派没有实权 你们同盟会有啥 你们连虚权也没有 其二 维新党没有理论 你们又有什么 靠那些禁书传单 其三 维新党没有组织 你们呢 你们就是一群鼠辈 靠谁组织 孙文 他敢落头吗 其四 实施变法冒进 操之过急 失之过重 由你们起 先帝只是想变法 你们呢 你们是要变天 其五 变法手段单一 你们又丰富到哪儿去了 除了拼命你们还会干什么 我再送你一条 其六 像你这样 文不能安天下午 不能定乾坤的角色 来多少都是白费 空有一腔热血 不知道往哪儿散 来来回回 就这么几句话 这么一些道理 能说谁 省省吧 你还看不上 康有为和梁启超 那二位宣扬的功力 比你强太多了 说话 怎么不说了 再来个五四三二一 滚 明天赖 面前 我叫门三刀 用过 却在狱中度过了十二年 出狱后我发现 世道变了 在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份 其实每个人都在做他们自己的生意 不过 他们是求生 而我是娶 这年头 好人永远比坏人难做 情深不瘦 惠极必烧 所以我本以为 我会就这样截人一身小半辈子 但枪想一瞬间 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背影 那个我念念不忘十二年 但不敢提及的背影 他的样子很像 走路很像 我看了很久 我知道其实不是他想他 是我想他了 因为想 所以像 但有些事没法再来 就像有些车不能倒着开 时机很重要 来得太早或太晚 都不行 screen extrogram 属于 对 真是 劝劝劲 这 他 就会 宋舌 得越来 你 我 你 看着 这个王帝堡并不蠢吗 他当然不蠢 依你所见 门三刀那边不会有什么进展吧 门三刀有头脑有手段 他应该会拿到更多的线索 只是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得拿到卓布凡的封印 至于王帝宝 他对寻宝不积极 对于吉拿卓布凡 非常积极 所以 只要王帝宝咬住了卓布凡 就等于是咬住了线索 只是现在卓布凡 下落不明 卓布凡的下一站是惊失 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王帝宝 不然就又太巧了 他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怀疑了吧 没有了 他有多喜欢你 就像你说的 初恋吧 那通常都是一个 解决悲伤的故事 林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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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你慢点 我疼 冷 冷 那我再给你拿两双被子去 好 张罗 我手凉 也不是很凉啊 你这还挺有劲的 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 要不然我去给你教育大夫吧 你 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 老毛病啊 就是疼 每次疼的时候 吃点霍香就好了 好 我去给你买啊 来 该好 昨天那几个人买药材的账寄哪儿了 哪笔账啊 就是那几个 衣服奇奇怪怪的 那几个灵溪的人啊 借了 借了 最下面那个本子上 是有穿着灵溪服饰的人来过你这儿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来买了些药材 都是些止血疗伤的药 他们住哪儿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们没让送货 直接就从店里拿走的 听他们说 好像要着急要走 去京城吧好像 京城 对 没听做过 没有 他们连说好几次呢 来 您拿 好 谢了 姑娘 来 我说嘛 这两天不见他们 原来 早早早日就揍了 事不宜迟 我们尽快赶往京城 你叫人准备一下 尽快开罢 家路 龙池将军确实已经收抢了 咱们这队人 跟着你去追逐不凡 在别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 但在京城 恐怕有诸多不同 这样 我跟你和嫂夫人 一起坐火车去京城 至于咱的兵 我先让他们赶到京城 在那边的北洋军驻地待命 你看咋样 行 你不想看我的脚 首先给你 干吗 你那个刑罚 使出来吧 又想跟我聊你的革命啊 嗯 下回吧 我今天没带刑局 那你先欠着我先说 你们搞革命的都这么搞笑吗 我想跟你先分析一下思维 其实同盟会的理想 孙先生的理想 和你过去参与过的变法维新 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救国强国 假如当年变法没有失败的话 你不是说变法必然会失败吗 我说假如 假如当年变法成功了 那现在大清已经迎来了再度强盛 不会被列强视为鱼肉 也不会有再想要重建国体的同盟会出现 那孙先生也能踏踏实实当医生去了 但确实事件无假如 正是因为当年变法 受到皇族阻闹 没能够推行下去 结果光绪不信 你也不信 但是最不信的 是这个国家和百姓 所以孙先生才放弃当医生 不去给人治病 而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治病啊 你的意思是 同盟会和维新派的想法是一样的 宗旨上是接近的 好 一 什么一 一根手指啊 你说一次我把你一根指甲 你还有九根 真的吧 是你自己说先欠着的 你还可以接着说 又或者是 刚刚那次我送你了 咱们俩聊聊菩提风呢 一根就一根 我还有九根 我加上脚还有十九根 还给我跟你聊十九次 说来说去不都是那些 车轱路话吗 有什么用啊 你要真觉得手指甲 脚指甲长你身上 你难受 你就接着说 刚刚那根也算我送你了 好吧 你还能说二十次 你要是送我的话 那我就再多说两句 你还是先听我说两句吧 刘霖 你好歹也二十好几了吧 看你这细皮嫩弱的样子 在家里应该过得不晚吧 你还能去留洋读书 家里应该也不穷吧 我虽然不知道 你爹娘是干什么的 但是你爹娘养你共鸣 肯定希望你活好 吃好 将来给家里挣面子 回头嫁一个好人家 可你跑去干什么了 你跑去搞革命了 你的下场会是什么 被我削去了 手指甲和脚指甲 回头再把你给砍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怕死 你不怕死是因为你没死过 我估摸着你都没怎么见过死 我见过 我告诉你 我见过之后 我怕 真的怕 我见过 又是你那些同志是吧 嗯 我爸 我妈 还有我哥 其实我们都见过 其实我们都见过 你的先帝 你的上司 和你一起参与变法的人 还有你师父 他们都是因为变法而死 你会因此害怕变法吗 今天就送这么多 你可以滚了 你 慕卿大人 你真的不是寻常的英权 你不是天下第一见客吗 一个寺庙开门的就能把你打趴下 要是内务府找到了密葬 你这一趟 不等于给人家做了嫁衣吗 王爷训斥够了吗 愧你王爷请罪 如果仅凭一封宝图就能找到密葬 那内务府早在百年之前就找到了 何必等到现在 而且我拿到东西之后 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 每一步都提前于内务府 我们找不到 他们也未必找得到 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 就是这宝图一共分三份 缺一不可 并且还需要一份口令 就算我们有了宝图 没有口令 依旧打不开密葬 现在门三刀手里有一份 我手里有一份 无论是他杀我抢图 还是我杀他夺物 我们都打不开密葬 所以此时此刻 还谈不上谁给谁做假意 至于天下第一见客 我以前以为我是 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过王爷也请放心 我以后依旧会见苗天下 现在我跟门三刀手里的 筹码对等 但只要内务府不放弃追查宝藏 我就有机会有把握 抢他的宝图 但就算拿到了 也无济于事 这第三张宝图 线索全无 所以我此次回京 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王爷要是训职够了 还请王爷好好想想 如何能提供线索 让我再继续查下去 这个你放心 我会找一些线索给你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恕罪 此次寻宝治理艰险异常 远超出之前王爷跟我所描述的 我原本笃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 但现在看来 将会十分艰难 我也确实没想到 这宝图还有三份 看来此成 要比预想的要波准 而如今我门里门徒 也损失了很多人 所以 我希望王爷能够提高报酬 除了我们之前约定好 重建荣天剑派总坛 和册封天下第一剑派之外 我还需要得到一些抚恤 来安慰那些死去的门人 这个不用你说 死去的人 必然要中叙 我还需要提前预知一部分报酬 如今我满门上下都为了寻宝奔走 已无其他影响 这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吃穿硬度 雇车租马 处处都要钱 现在我们已适时结局 所以还请王爷能够预知一部分报酬 你还有其他影响吗 人总是要吃饭的 总得有个影响 在这之前我们做的是押镖 天下第一剑客 会去押镖 王爷您也说我是天下第一剑客 自然不会势强凌弱 去打家劫舍 不过押镖也是凭本事之番 王爷您不必想我 左不凡 你是 左时不凡哪 去账房拿银子吧 那就多谢王爷了 在下告退 一个不入流的东西 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 竟敢坐地起架 让他做点事 死点人要怎么了 怕死就别出来混江湖啊 王爷息怒 你去叫江恨速来见我 是 等一下 你悄悄地 把于幻杰叫出来一趟 明白 你去吧 水龙 美国为美城 王臣相处的只不仁 你去了旁人 不想那宿龙 无市如意识 地雾痛罢 像无尽三人罪 一面一同很毫 女儿子就话 赶上下去 女儿子就话 赶上下去 走开 王爷 我把于幻杰带来了 草民 于幻杰 叩见王爷 你觉得寻找敬坛密葬 卓布凡有几分把握呀 回王爷 小人 小人觉得应该有六七分 既是有六七分 那为什么卓布凡在我面前说 此事好像艰难无比一般 依你之见 卓布凡本人对密葬有多大兴趣啊 卓布凡他 他其实很想找到宝藏 原为何故啊 回禀王爷 他卓布凡就是个武痴 这传说 敬坛密葬里还藏有 少林的武学典籍 这是卓布凡梦寐以求的东西 如此说来 他也可以和内务府携手 不敢不敢 不敢 万万不敢 王爷放心万万不敢 你是不敢 卓布凡未必不敢 假如让你去找 你能有几分把握 回禀王爷 小人如果去的话 应该也有六七分 你起来吧 谢王爷 来 若是让你做荣天陵掌门 你愿意不愿意 小人不敢造词 我们换个提问 若是荣天陵掌门之位 和三千两黄金 让你选 你选哪个呀 回禀王爷 我们荣天陵 已经落魄多年了 我们一直都是在过 朝不宝夕 颠沛流离的日子 哪怕日后重建一个总坛 想必这个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所以 倒不如 有一点钱 活得能舒服一些 你倒是说实话 坐下说话 谢王爷赏赐 知不知道有句话 大人物求利 小人物求名 小人 输毒的少 大人物掌握资源 容易获利 有了利 可以用钱去买名声 小人物之所以求名 是因为处在烈士 无力可图 只能积累名声 慢慢地用名声去换钱 王爷 醍醐灌顶 龙天岭掌门就是个名 天下第一剑派也只不过是个名 你不选名 选要钱 倒是明白人的选择 大人物的做派啊 小人哪敢称是大人物啊 从今天起 你要直接和我联络 卓布凡所有的行踪做法 都要跟我详细地禀赴 是 谨遵齐亲王之令 那是三百两上你的 若找到了靖坛密葬 赐你三千两黄金 再赐三品五官参将一只 无论天下哪个门派的掌门 依照律力见了官都得归 何况是三品大员 余幻姐 只要你对我尽忠 我就会让你明立双手 谢王爷赏赐 谢王爷信任 谢王爷给机会 换劫肝脑涂地 誓死效忠王爷 全票 或是村子 联络收红 不知/. 活摇 各种清晨 老大 你 你 留在太家団 你不买在大陆 遍门 清清 之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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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兄 你这是 不烦啊 我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呀 你看看你 你再看看你 看看你们自己 就这么一走出去 这衣服 这头发 谁看都知道是灵犀的 我知道 大家心底都有傲气 都不愿意穿满人的衣服 留满人的头 我也不愿意呀 可是咱们四处打听消息 总得有人不容易被发现吧 我也是犹豫了半天 犹豫了好些天 痛下决心 我来做这个小丑 我剃头 我换衣服 以后再有需要打听消息 需要见面的事情 我去做 省得被人发现不是吗 大师兄 真的是为了剑派费尽心思 那我要不愿意 不要 不要 我这么做呢 也是不想让大家蒙羞 那就多谢大师兄 一帆苦心 等我们干成了大事 我这个头 我肯定不能留啊 这是你家 是啊 我也十二年没回来过 那又腐带你不薄啊 这么好的庭院 朝廷阴犬嘛 待遇肯定不差 我就住这屋 你屋能够直接看到我这儿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我也可以把你锁在我屋窗户下面 我哪有不满意 多谢大人没把我送进行部大牢 你不必谢我 我为什么没把你关起来你明白 为什么让你住在这儿你也明白 所以该怎么做啊 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又逃不掉 被别人抓了只会更惨 所以呢 我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就好了 沐清大人 什么时候聊聊 到了饭点会有人来给你送饭 缺什么直接跟下人说就行了 这里是顺天府 你要是想聊的话 我带你去内衙刑房聊 那里工具齐全 聊一次换一种刑罚 一次一劫 省得欠证 找了上百年 就凭半张图怎么可能找得到你 菩提封印里什么也没有 据说仓暴图早就被毁了 菩提传人也不可能这么傻呀 当然不傻 你发现什么没有啊 尚未有所发现 不可能毫无头绪吧 这个暗阁的做工比较特殊 我打算从他的出处去查 谭仙的那个保镖怎么处置了 暂且扣押在我身边 暗里是要送去刑部 但我怕他还知道更多 而且万一后面能派上用场 只要能为你所用 别的就不用管了 是 大人您看 戒律院这一端 一端有根流处 另一端是断面 而菩提院这一根 一端也是根流处 一端断面 你说这个木头 它是一头一尾 那这么说静谈密葬的封印 还不止两份 这是陈水章 产自于福建 虽然不珍贵 但也并不多见 如果要凑齐一整根的话 估计 还要一到两段才行 幸运帽 幸运是我的英文名 您不记得了 运气好福兴高照啊 帽不是帽子的帽 这也是英文 杂货铺嘛 我知道 对对对 您看我这脑子 哥哥您可是刘洋回来呗 所以说 咱们聊天就是省事 没有语言障碍 咱们这个店的中文名 叫汉灿汇 星光璀璨 浩瀚无银 意思就是说 咱们这个店里的东西啊 又多又好 在京城开一家高端真品店 是我多年的促语 我一定会将汉灿汇 做得风生水起 谢谢哥哥 今天的货还是老样子 您先随便挑 您挑好了 别人才能继续看 以后咱们可就方便了 店就开在前面 您要是想过去看看 您就请移步 您要是不愿意懒得动 我就送过来给您挑 这个 不用我多说了 您懂的 干吗送我东西啊 我这不是 这两天就要开业了吗 这开业不得请朋友来捧场吗 这捧场 还能有谁 比得够哥哥您有面子 哥哥 您要是不来 拉给我伤心欲绝啊 请见 我公务繁忙 哥 我这店里你们多近啊 你只要拔个腿 走到自家门口就行了 一点都不耽误事 我就是要个面子 红包也不不得包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是小弟给您的 大哥给小弟面子 小弟表示感谢 这个是劳烦庆典当天 您给小弟我的 您只要抬手递给我就行 礼物 礼物也不用麻烦 我已经买齐了 绝对有里有面 绝对拿得出手 到时候您直接抬手递给我就行 连蹄子的帖子 我已经找人写好了 还是找明家写的 如果落款大内高手 你觉得有辱色闹 我马上叫他们重新写一封文 我告诉你啊 别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咱可不是一般的交情 而且这次庆典 好多王公贵族的夫人太太 都硬要出席的 好多有头有脸的 也都是要来的 那更不缺我一个 缺 那些都是客户 你是我兄弟呀 而且我的客户 也都是有头有脸的 敦子王爷家的几个侧附近 中书大人的夫人和岳母 齐王爷家的乌兰山哥哥 都来 沐清雄 你要是不来 那我真肝肠存断 兄弟 亲兄弟 咱们这个 中西合璧真品店 东西那是相当的到位 我的眼力你是见识过的 能被我收来的东西 那是渐渐能传家 个个能传世啊 哎 沐清雄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意儿 想卖点高价的话 一定照顾 都是兄弟 佣金肯定给你打个大折 我还真有一件宝贝 你先给我估个价 好啊 拿来看看 看看 陈水章 木头是福建的 福建出木雕 但没什么好木头 陈水章算不上什么大路货 但是 跟真品也沾不上边 工还不错嘛 撑死了二十两 不对 看截面 这玩意儿是成套的 如果只有这么一个 当单品卖的话 食物两顶天了 眼力倒是不错 不仅能一眼看出材质 还知道是成套 大哥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犯得着藏着掖着的吗 还不一次拿出来 干脆点行吗 都拿出来吧 我看全了我好给你雇个准价啊 我就只有这两件 那这价 我给你出个价吧 一千两 大哥 最近是很缺钱吗 穷疯了 只要你能查出这道东西 一共有几件 并且查出它的出处 我就给你一千两 那这钱我得挣啊 这得挣啊 沐青兄 你让我把东西带回去 好好研究研究 一日 不 半日 半日之内 我肯定摸个水落石出 好 未曾相舍身取义 更未曾相舍你 却是要用这此生还天地生平 我绝非两情薄义 奈何不能为己 珍藏你与我 仍不忘改天还地 要知身亦我所欲难缘 亦亦我所欲难缘 此生无缘无悔间玄缘 要知此爱此情难相守 托米花开上枝头 春水送孤舟 对月夜闯悠 要知此生亦我所欲难缘 亦亦我所欲难缘 此生无缘无悔间玄缘 要知此爱此情难相守 托米花开上枝头 春水送孤舟 对月夜闯悠 春水送孤舟 对月夜闯悠 春水送孤舟 对月夜闯悠 春水送孤舟 春水送孤舟